有一天門診 有一對夫妻她結婚六年都不容易受孕 然後要來做不應徵的檢查 結果我們發現說 她丈夫嘴巴一擋開 我就覺得怎麼聲音非常的尖銳 所以我認為說應該是感色體的問題 結果檢查出來真的是無精症 但無精症檢查出來 我們要看睪丸大小 結果沒有想到他的睪丸大小摸起來 大概小的像這個花生米這麼大 因為一般睪丸男生有照鏡功能 必須要 要12號到15號以上 這麼大以上 一二這種大小才有 她是這麼小 所以 而且陰性很短 所以我直接上她染色體有問題 所以就八葉染色體 可是染色體全部都正常 那因為她搞衰竭沒有照鏡功能 所以要生孩子沒有別的選擇 所以怎麼用第三方的生殖細胞 那也 因為她太太才26歲 所以居然很多 我們分了四批洞 那第一屁就生了一個男生 第二次又植入又白痕 現在十四週 那染色體檢查正在做當中 所以 我最重要的回憶就是說 假如你今天是少吃個無精症的患者 不要怕 第一個先檢查 你到底有沒有照鏡的功能 如果有照鏡的功能 你還是可以手足幾經去生兒育女 那如果沒有照鏡功能 其實也沒關係 你還是可以透過第三方的生殖細胞 來達到醫院指望 那無精症還有一種狀況是 可以打針產生精子 比如說你是腦下水體低下 那這個大概打三個一到八年 就有精子出來 這個我滿多的個案 所以無精症的原有 你要先找到 是打針可以治療的 還是開刀可以治療的 還是 都沒辦法治療 只能用第三方 生殖細胞來達到生育女的 但是總之 都有辦法進行 所以無精症很多 大概在不因症的 男性不因症裡面 大概佔百萬一十五 還不少 所以你今天碰到無精症 還是透過現在的生殖科技 還是可以延遲嗎 那今天這個個案好像是 染色體多正常嗎 對 它只有第九個染色體對調 然後但是它前身 就是我直接的 你看它的陰間很短 搞完很小 然後全身都是治好 像一隻花豹一樣 你像英國那個豹人一樣 所以 我們的檢查都正常 但是他就是 全身我覺得不對勁 聲音也是高亢 那你如果說不看他的臉 然後聽他講話 你會覺得 你是在跟你一個小姐講話 事實上他是一個男人 那 他的各方面都是 他剩下也是有小雞雞 有小雞 然後也可以取太太生涵 那生涵的只要你透過人工生殖科技 跟他有小事 你會想做 的 谢谢大家